其他外泄是聽都沒聽過這種食物 其他的話 一定不要透過的 太好嘛 這好誇張喔 我覺得 搞不好有機會 跟我們本餐環島清單之中 料最多的豆花 這間店夠迷的 我在Google面找不到資訊 我錯了 不過都可以找不到資訊 我覺得它發白衣豆看起來就很新鮮 為什麼它的肉質非常的漂亮 真的是我在外面沒有吃過的根麵的那種香味 我吃上皮膚 因為我在吃發白衣豆你知道嗎 這已經是我們今天第二家公修的店了 哈囉 我們是肉米頭 我是肉依 我是阿翔 我們這次的美食環島列車 已經進入了第七站 Woo We Do We來 我們從南投來 然後我們今天所在位置就是 雲林的斗六 我發覺很多人跟我們推薦的 都是在地圖上面有的店 沒有這些人推薦是 你可能一輩子都不會去吃的 我們這次的影片信任 會從我們的FBM IG 募集 眾網友 推薦在地特色美食 或者是奇怪的美食 或者是一天一杯手搖飲系列 記得Follow我們這一系列的影片喔 我們就衝發今天的行程吧 1 2 3 GO 現在我們到了在雲林這裡 雲林八斗 欸 不是啦 斗六啦 喔 我們現在到了雲林董六 這也不已經各先試錯亂了 一條街叫做妖鬼 連我遞掉 如果我沒遞錯的話 它好像是在晚上會比較熱鬧的 但是我們今天要來吃的 某一間在地很多人推薦的牛肉麵 其實中午就有營業 所以我們希望不要再晚餐時間 那麼多人趕快趁著中午來 對 走吧 沒拍喔 再度貢估 我原本是有點喜大 因為比較少人跟我們推薦牛肉麵 對 目前只有新竹有遇到而已 因為我其實在Google Map上看到 它是有兩間的 然後我就有問一些在地人說 欸 就是哪一間比較好吃 他說他們推薦在這個 窯粿雞裡面的店家 這一個 好像中鐵門 現在很有元宵節的氣氛 很多燈籠 欸 好多喔 這裡應該有一千顆吧 大家好 很多那種比較老街都這樣做 超可愛的 再度公修 這裡其實是我們今天第二家公修的店了 而且都是無預警的 我給你見Google Map上 他們兩間真的是活生生血淋淋的 通通都有開 我們剛剛在路線的時候 遇到一個小肉 就他跟我們打招呼 就拍照 我問他 你是在地人嗎? 他說對 他說在地人通常都吃魷魚心的比較多 外地遊客比較喜歡吃阿果 不知道是不是口味的差別 大家會覺得緊密 但是就這樣 人家是 魷魚嘴跟麵 非常特別 因為魷魚嘴跟麵 我還查了一下資料 哇 這台真的是雲林 這裡才特有的一個食物 大家都會吃一吃 然後把魷魚嘴的殼吐得滿地都是 就是都吐在地上 就變成形成了一種 在地的特色文化 而且我自己個人是很喜歡吃章魚嘴 先生哥你吃過嗎? 當然有吃過啊 龍珠不可能有人沒吃過啊 喔好 那我們去看一下 因為我看到Google Maps 我有點驚訝的是 它長得非常大顆 那我們現在就來去開箱吧 現在直接上菜了一個非常神奇的食物 你沒看過也太厲害了 那裡面會看得很漂亮 我聽說肥肉的比例很高的 但是它的肉香對看起來就滿爽的 所以我覺得這樣也很好吃耶 它吃到整以後的脂肪的地方 是整個跨掉變成太多 我覺得那個鯉肉香對美麗的 它它口味是比較重的那種 然後也還滿滑的 有點濃烈的 但它也有濃烈的 它的泰北是有點殘忍的 所以啊 我自己沒有那麼喜歡泰北來講的 進入本地的主角 鯉魚嘴 我真的超愛吃鯉魚嘴的 其實我一直不太了解 鯉魚嘴 只是鯉魚觸手 還是真的是它的嘴 真的啊 這真的是它的嘴巴喔 就是它的嘴巴 鯉魚就是用這個地方去禁食的啊 有沒有像一個鳥嘴其實 它非常的Q 非常的嫩 但是我必須覺得它很清甜 然後它的鯉魚的感覺也是滿新鮮的 哇 它這個皮膚的味道 你一直在嘴 它這個滷汁高焦 超高焦的感覺 它偏甜 所以我也覺得它不是很配搭 真的好吃 真的很厲害 我覺得你各位如果來這里沒有吃到 這個魚腿真的是白來的 甚至我覺得它比其他人要吃的 你知道嗎 我覺得滷油玉比較好吃耶 越來越吃越像我家那邊的大吸收感 我的天啊 這鯉魚嘴的殼 我覺得很像一個東西 龍眼乾 蟑螂翅膀 哎呀喔 對 那一分鐘總結給大家這兩間店 該怎麼挑選呢 鯉魚心這間 它比較像是汆燙的當魚腿 那阿國師呢它比較像是滷的去料理 章魚嘴的方式 所以不論你今天愛吃螺肉 喜歡吃章魚嘴或是你沒有吃過的朋友 我都非常推薦你來 除非你真的很討厭 光是它在台灣的獨特性 然後還有它這裡的新鮮度 然後還有我覺得章魚嘴的料理 其實在台灣也不是那麼的好找 我覺得這幾點特別的點就可以來 但如果說我也自己吃完 我自己的私心 因為我是一個愛吃滷味的人 所以我可能會再給我選一次 所以我可能還是先去試阿國師的 但其他未來有機會 我可以再解鎖魷魚心的口味給大家 摩手 去人家很早期的時候聽過我說 你只要看到茶字摩手 就在兩道中南部了 沒錯 然後我們自己也很常喝真的 但是現在在你家附近板橋那邊也都有 板橋有嗎 板橋有 我們還買過耶 可是它在北部的聲音好像都不太好 對 可是太甜吧 那我們下一家店來到長新園仔畢銀 這些其實也是很熱門的 肉依那時候跟我說做功課的時候 他說這些店我們吃過 可是我一點印象沒有 那位小肉弄許願 他就說 大家來抖六都又去吃蛋飯 又去吃長新園 並拜託可不可以不要介紹這人間 可以 但是因為我們還是要分享給一些初心的 畢竟我覺得這兩間店 竟然連在地人都這樣說 那其實也就代表說這兩間店 是否是等於抖六市 我現在來吃的是抖六雲店 這個是小湯圓 吃得還滿軟 不會很爛的感覺 你那是豆花嗎 我剛剛有看到它有個軟軟嫩嫩白白的 這不知道什麼東西 又有點像杏仁 它一樣真的很好吃 非常好吃 它畢竟整個融化 讓我覺得甜度有點太可怕了 這球麻糬我覺得有點奇妙 是為什麼它是液態的 它的粉是只有一半的 有點有趣 它也算Q 但是 酸椒其它的麻糬它就有點偏軟 就是你如果今天食慾想吃麻糬的話 你會覺得超爽 因為它的麻糬真的很多 它一直會覺得有一種 很不像球麻糬的感覺 就是它下面一直長長水水的 就是你吃一吃 然後會有那種液體 從你嘴角流出來的感覺 我覺得怪怪的 這也許是它的特色 就是好像吃炸糖的感覺 喔 真的 這形容很好 我還是喜歡吃冰 目睹的天氣 好可愛的球球 現在真是燈籠 是不是超可愛的 我覺得如果外國人 或是我是外國人 我在國外看到這種景象 我會很興奮 非常繽紛 我們每次來都對我燈籠 不知道是什麼 對啊 都沒有飯喔 這間其實是我們在抖六最有印象的店 這我們很早以前在空拍環島的時候 在三四年前我們就在吃了 這間很推薦 因為我覺得這間真的還有特色 對啊 我們待會兒再解鎖它吧 下午了 我們先去別間 等一下再來 就是要吃到 這間是中山路上的垂仔飯 它就是正抖六垂仔飯 它是第三代的老店喔 而且這次在抖六我覺得很好笑 是 都會有一些奇葩的許願 例如有一個同學 他就說 但是也有一些人就是 講話說 就是正抖六一定要來吃 他就說 其他外限是 聽都沒聽過這種食物 奇葩的話 一定不要透過 我覺得它好像是 加了肉鬆跟蛋 跟菜後的滷肉飯 它的滷肉肉造 都用的是 黑乳膠跟一些滷肉屑 然後還有一些三色豆 那會不會是這個是 惹怒網友的一個關鍵 它好燙 吃起來很像肉道飯 然後它的飯 比肉道飯更偏軟一點 所以 我自己是覺得 還蠻奇怪的喔 我一定要特一點不要吃 它是我目前 環島到現在 少數會覺得說 我必須要搭醬 吃它的東西 它會比較香的一個主餐 我會覺得 有點小可疑 就是 如果你今天抱著很期待的心情 來吃的話 你會吃不出它的特別之處 但我覺得 也許它吃的是一個故事 它的飯是會比較散的 不像那種變鍋煮的 就是都會凝固黏在一起 所以我覺得 也許這就是炊飯的特色所在 你有沒有覺得 可是它真的就很像 我們去吃那種滷肉飯 然後有些人會點到肉裝飯 然後再加上一些配菜的味道 我也很好奇喔 熱愛吃炊仔棒的朋友 覺得它 最美味的地方 跟它最特別的地方 在哪 歡迎留言跟我們分享 我們現在來的這間店叫做 公仔貝清涼冰店 你說這間也是很多人推嗎 對 它也是數一數二多的 也評價超級多耶 3000多 4.4 我們發覺這間店 很像我們在籃頭 有人推薦給我們的冰轉 只是這邊叫三明治 那我們就吃鐵觀音 鐵觀音確實是 上一間店沒有的 欸我家鐵觀音好香喔 如果你今天吃得喜歡茶類的東西 怕鐵觀音你不要錯過了 Ice Cream 它比較像是Smoothie 我倒覺得 它長得跟它喝的味道聯想不起來 喝那種飲料店 或是一些牛排店的百香果汁 它都是金黃色 但它真的是有點偏檸檬色 那我來吃一下它的抹茶 抹茶吃起來像是抹茶牛奶那種 比較不是那種茶味很濃的抹茶 那這樣一起吃就是 又甜又冰又涼 沒有一點茶的苦味 我覺得這個絕配 我足以見大家 Passion fruit家那個抹茶 哇你看這個哥竟然選擇先喝 老實講這個也是很像 我們前幾天喝的那個冰沙味道 在你家的學校附近會喝到那種 傳統的那種甜的那種 冰沙味 那你覺得這個好吃還是百香果 兩個都來好了 兩個都來 這就是我們斗六幸福的味道 在吹茶粉旁邊的木渣推薦包 這間也是有蠻多人跟我們推薦的 我剛剛有問一個在地的先生 然後我就說那你最推薦什麼 他說他們家的肉包很好吃 然後也便宜 我說那你多久吃 他說喔我三四天就會來買一次 那我就來試試看 有菜 他真的特別大顆耶 現在應該要找健身廠商來幫肉依業配 可以看肉依到底增肥了多少 咖啡菜是好吃的 很嫩 而且很鮮甜 通常水煎包就是菜味很重 但是它的菜很貼心是它炒到非常的嫩 太鹹就對了 裡面好像還有豆腐 它的菜包好像菜沒有我想像那麼多 在地先生主推肉包 哇這個油看起來很香耶 這個油也看起來很香耶 這個油也看起來很香耶 我好像滿享受肉依對我滿白眼的感覺 你走欸嗎 它的麵衣很香 外層 感覺它都有特別泡油 就是四面八方都有堅果 它吃起來就是那種早餐店 我們滿常見的那種肉包的味道 我皮真的很厚耶 我覺得它皮太厚了 在地人小吃這樣擠起來就有這樣吃起來吧 可是我覺得它以20塊來講 20塊我覺得可以買到一顆肉包了 但它又有點介於肉包跟水煎包之間 你來旅行的話我覺得這間店是比較可以Pass的 它比較像是你等在地人 可能有些時候下午都很想吃個東西 買一兩個包子來吃這樣 說得好 說得好 我覺得在地人會覺得好好吃喔 但是外地人會覺得 欸 其實這裡沒什麼太特別的東西 各位小朋友 我們現在是充滿著不安的心情 去尋找我們下一間店的 這間店夠迷的 我在Google Map找不到資訊 但大家留言給我的一個神秘指令 都是光南對面的巷子進去 無名麵店 好 我們現在去找找看 等一下跟你講下一個指令 走 第二個指令 沒有招牌 無名麵店 第三個指令 門口有個小小的牌子寫苦茶油 有人在吃喔 我非常感謝那天有個小漏洞 是我們之前在家裡是在遇到的 它還給我留時間 它說一定要4點半之後去才有開 麵麥完為止 哇 你看現在幾分 我們準時來報到 今天很多都是人種地圖上找不到的點 那我現在要先吃它的撒把椅 我覺得它撒把椅都看起來就很新鮮 為什麼它的肉質非常的漂亮 它好像對我來說還是有一點點小小的餘味 但它分量真的很棒 而且它的肉也沒有說煮到真的很老很硬 看來是豬肝 這應該超過10片15片吧 它豬肝好像粉乾喔 它咬下去超嫩 它真的是 我會說放很久之後它就乾掉硬掉那種 它這個豬肝我擠腿 再來是我們下一位蒸蛋選手 它的蛋很鮮甜 然後它的乳汁跟它的蒸蛋 其實搭起來我覺得 就像它是一個更水潤版的花貴 這一碗看起來很誇張 是為什麼你知道嗎 它整個硬成這樣 那就表示什麼 它下面都是料 我吃一下第一個 我會有在吃八寶粥你知道嗎 它的肉乾比較像是那種組合肉 不像是那種肉塊型的 真的是我在外面沒有吃過的根麵的那種香味 我不曉得它有用什麼特殊的底 但是無微合然後很好吃 它特調的它有個辣醬 它說超辣喔 那我來沾豬肝 我說句實在話 其實咬下去裡面就爆汁 然後它的汁又是這種甜甜的湯頭 很像你在吃小文包 就是它裡面還帶有湯的感覺 總覺得這口很辣包 想跟我明天會不會請假啊 辣到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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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 有 這個 木耳好棒 小筆的木耳 好猛喔 我們前面顏色那麼多 竟然還沒把它吃光光 我剛剛疑問說 老闆娘你們 就是有什麼時間去 我想幫大家update一下資訊 然後他就說 早上9點左右有一個早場 然後下午是1點半左右 又有一個中午場 但是它只賣到幾點 6點40準時關閉 可是他說 每兩個禮拜 隨機休兩天 如果都留在那邊 我可能要來去買樂透了 到了 下一家店可口豆花 學老師給我開喔 我們繞很遠喔 今天會推薦的應該是學生吧 我就想說 老闆今天有賣嗎 老闆 老闆 老闆謝謝我們台北特別來的 所以是有人已經訂一百多碗喔 晚上啊 喔喔喔 好 我們等一下就要坐有人 謝謝你 我超開心 因為老闆有接一百多單 可愛就不行 然後他就說他如果一開 像我們一樣大家都走進來 他就說 現在他就不用坐那個一百多碗 哇 而且他連花生綿綿都有 我跟你講這一碗就 我跟翔哥不會吵架說 我要點什麼 你要點什麼 就直接一次多人滿足 我覺得可口豆花 搞不好有機會 蒙登文本湯環島清單之中 料最多的豆花 喔它的豆花加生奶真的很好吃耶 而且你看它有大花豆 紅豆 綠豆 其實老闆在這些各種料的備料 其實都非常的麻煩跟複雜 真的我吃過又是一台料最多的 什麼豆花 真的全台灣料最多的豆花 難怪大家都留言是雞推老闆 叫我們來吃這間 出汗嘛 這好誇張喔 它就是有一些白玉米跟冰糖的味道 這樣才是會比較香比較甜耶 我忍著點 幫我們拿出來把這杯吃完 喔好 謝謝老闆 哇 欸 真的想跟我很愛的味道耶 嗯真的很好喝 我跟你講學生來這裡吃一吃回不去了 其實它跟我平常喝的鮮炒的味道也不太一樣 它好喝一點甘甜的味道 哇老闆你的用料這麼多 你感覺 欸我想看 哇塞 欸難怪你的那麼純 你是不是用很多 對啊你比例要過啊 你比例不夠怎麼可能對不對 這麼多 你能吃熬這些湯口也 欸老闆直接讓我們直擊踏廚房 可見他的用料真的是很好 我真的是要給他 目前全南灣料最多CP值最高的豆花店 345元10種料 你在台灣還能哪裡吃到 我都覺得他那一碗來當正餐都不過分 你夠耶 原理你就給我來吃 就到我的concursion的時間 我們今天總共吃了7家左右 還是有幾間其實是前面頂端更多人推薦的定價 我們就沒有吃到 他有機會再幫大家看一下 宣布幫大家破梗 那我們現在要來結算心中的前兩名 阿國師是我第一名 然後我第二名應該可能是 幫我選冰好了 啊三名字 對三名字 真的假的 我原本想要選豆花 他這個料真的很多 我算是實質上最多的 可是我後來覺得冰磚好像更適合觀光 那我自己的第二名是阿國師的張玉琳 因為我覺得他太特別 然後我的第一名是豆花 因為可口豆花我覺得他吃得到人情味 然後還有很高的CP值 再加上他真的是我台灣我真的沒有吃過 料這麼多的豆花還這麼便宜 假設你今天是第一次來抖六花 我還是最推薦的是 娃娃娃那一間 我們今天最後台北我沒有吃到 我覺得他的單飯很特別 那這系列的美食環島計畫我們還會繼續前行 我們即將從雲林抖六前往下一站是哪裡 嘉義 那這支影片歡迎大家就是update 你在雲林抖六這裡有什麼 你自己心中才是真正的必吃 或是有特色的美食 或是我們下一站嘉義民雄的 也歡迎留言跟我們分享喔 那我們下一支影片見得掰掰 掰掰 好那我們現在要去中正大學來 沒錯那這次也算是翔哥的回家之旅了 我覺得嘉義的火雞肉飯很難吃到不好吃的 可能這會不會是這系列的影片中 你最一口接一口的店 哇這禮弟最愛 我弟要暴動了 他超級甜的 這紅蝦肉超甜 哇 我脂肉脂肉的這樣分布其實真的很漂亮 好看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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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看喔